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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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終於到明治神宮 現在有太陽可是超冷 我們到他們的會場了 這裡就是那個會畫館 好我們現在要先去幫他們報到一下 給他們去安心熱身 比起我這趟來是教練的成分 不是選手啦 以前都有人幫我們打理好 我們要去報到一下 我現在日文不通 不知道圖可以OK 這裡有一個桌子 如果你有飲料要提供 自己的補給飲料可以這邊用 現在我們報到完畢 趕快去給他們號碼簿吧 這邊是明治神宮外院 大概只有三度吧 還四度 人到爆炸 現在他們的選手在熱身中 我們就去看一下 他們這邊比賽會場的概況吧 像剛剛我們去那邊的激方就是爆到處 再往前走一點應該就是 他們的衣物組 然後還有一些像是 女子跟衣室 因為這女生算比較少 然後還有他們大會的裁判組 他們裁判還有特別的記錄區 再往前走一點 就會看到每一圈過來的一個 季圈的一個 算是晶片計時的地方 然後有犯規的那個白板顯示板 都在這邊 所以可以看到他們的整個裁判配置是非常完整 這只是一場進走的比賽 但他們的所有裁判配置 就是非常非常的精細 就包含了 不管是犯規也好 計時也好 其實他們的每個配置都非常的仔細 看一下他們的熱身 待會就準備看他們的比賽登場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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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第二度來參加這場賽事 上一次參加的時候是2017年的1月1號 當時的我還是一位選手 但今年的我身份轉變了 今年我是以帶隊的身份來到這邊參加比賽 此行的目的是希望透過這樣高強度的比賽當中 可以有所刺激到更好的成績進步 希望在這樣高水平的比賽當中 可以讓我的選手在各方面的心態都有所成長 當比賽當中累積三次犯規之後 你就會被貼上三張紅卡 也就會被裁判請出場 這時候你就會失去比賽資格 後來參加這場比賽 這次比賽呢除了成績水平較高之外 乾冷的天氣對於長距運動表現也會有幫助的 所以來參加這場比賽呢 幾乎每次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成績 這次比賽呢台灣的紀錄保存也再度打破自己的國內台灣紀錄 一起同行的兩位台灣選手也都表現得非常出色 好累啊 那三圈我就用生命在找 這次比賽也看到了我們和其他國家之間的差異 也希望我們國家可以更重視進走的發展 既然會有能量的最多的價錢 既然會被制造成績的出色 既然會被困住成績的風景 既然會被困住出來 等一會兒讓你電解放職 除了遺漏 息敗